前陪堆到 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1月15號星期一 為您播出的新台灣加油 我是許桂亞 賴孝沛以558萬票勝出 打破1996年總統直選以來 8年就會政黨輪替這樣一個魔咒 外面還特別評價說 這一次的選舉是台灣人民 給習近平的一劑中擊 中國借選不成 然後他現在又出招了 是搶我們的邦交國 今天在南太平洋的島國諾魯 跟我們宣布要斷交 不過這不是諾魯第一次變新了 他們是一個滿典型的 是利益導向的國家 去年跟台灣斷交的國家宏都拉斯 他們的白俠賣不進中國 因為賣過去 其實那個利息也很壞 外匯方面的損失就高達了12億 那得失之間自己去評估 另外我們來看的是 2024大選國會席次的部分 國民黨拿下了52席 再加上他們友好的五黨 應該會有54席 民進黨是51席 民眾黨8席 那呈現就是三黨不過半的局面 立法院院長誰能夠出現 民眾黨是一個關鍵的少數 那到底他們挺誰變成的焦點 今天看到是民眾黨的黃國昌 黃珊珊等這8席不分區 准立委們他們開了記者會 那針對立法院正副院長支持 藍綠的哪一邊 先不講 但是他們開出了說 國會改革的條件 民眾黨他的盤算是什麼 是藍白河是綠白河 還是會自推人選呢 藍白總統的這個敗選的部分 還有一個問題是 那黨主席不用負責嗎 藍營陸續有人逼供朱立倫 那也有人緩家 而民眾黨這邊 他們選前自稱說 總統是坐二望一 但實際上總統票開出來 他還是老三 區域立委的部分全軍覆沒 不分區域本來他們曾經 估到可以上看十席 不過也只有八席 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柯文哲不用辭嗎 那這就是民眾黨 所謂的新政治嗎 他說不能辭 黨會四分五裂 他要開始培養接班人 柯文哲在2024之後 又要如何保持他的政治能量呢 好 開始我們今天更多討論之前 先來介紹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我們跟他共序 民進黨立委王定宇 貴啊 大家好 接著是我們要給他溫暖的 我們歡迎吳珍 貴啊 大家好 接著來歡迎民進黨 台中市議員周永鴻 貴啊 大家好 左手邊來歡迎 支持媒體王外德 貴啊 大家好 還有支持媒體王思綺 大家好 以及國民黨新北市議員呂家凱 貴啊 大家好 稍後還有民進黨立委當選 吳佩義會加入討論 那我先請教定宇委員 因為今天我們看到 在下午兩點多的時候 傳出來的消息 是又有邦交國要跟我們斷交 那顯然也是老共出手 那我請教 因為我傳出來說 他們就要求一個巨額的 就是晶圓 那重點是賴清德當選 也不過才三天的時間 那這時候 老共他們一個 是一個什麼樣的心態呢 這樣講好了 中國不會說是昨天 今天才聯絡諾魯說 賴清德當選我們來玩一下吧 他應該有鋪排一段時間 那我們外交部也有相當的掌握 諾魯這個國家我坦白講 諾魯的人民是可愛的 但是諾魯的這些政治人物 我均只斷交不出二言 他們要求巨額的金援 那台灣在蔡英文政府期間 我們是不走金援外交 大撒幣的路線 我們跟這些邦交國的合作 都是建立在 對他們人民直接有益 醫療或者農業生技等等 所以我們拒絕之後 他們拿這個價碼 跑去跟中共比價 大概那時候就有傳聞 大家如果去Google一下 諾魯的前總統 剛訪問台灣回去 就被現在跟台灣斷交的 這一群人倒閣倒掉了 是在去年中以後的事情 所以那個時候就有跡象 大概我印象去年9月左右 諾魯的前元首來到台灣 回去就面臨倒閣 所以他們國內的政治 有產生一些變化 那澳洲跟美國跟台灣 是聯手在維繫的 太平洋這一島國的 相關的關係 因為中共要把手伸到那裡 對澳洲衝擊也很大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 在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 大概就傳出 中共打算用 坦白講就花錢買走 台灣的邦交國 來羞辱台灣的民主選舉 那我必須跟中共講 我鄰居在辦喜事 你用這種花錢去砸人家的場子 花錢去買人家的好朋友 坦白講 你就算買走這些鄰居 也否認不了 民主台灣的民主成就 被國際戰爭 最近的當選台灣總統 美國胡烏勤祝賀 說台灣人展現了 民主制度的力量 也否認不了 台灣人民用選票 不認同一宗 選擇在自由民主陣營裡面 他改變不了這個的 所以這是一個 又智又霸道的行為 人家人在辦那時候 你跟他們亂 讓人家討厭 但是不意外 那我要跟諾魯的好朋友們說 他們是靠那個零礦 焦阿塞 他們是靠零礦 他們的國家是靠焦阿塞 在過日子的 就是他們有很豐富的零礦 那最近零礦慢慢枯竭了 要跟諾魯的好朋友提醒 看一下前一個斷交的宏都拉斯 他們的白蝦的蝦農 已經倒掉了一半 中國承諾要跟他們買白蝦 一直沒有兌現以外 還成了他們競爭對手 另外爆價 台灣的爆價 比中國好太多 所以再往前丟薩爾瓦多 再往前看另外一個島國 一樣都跳票沒有兌現 所以中共的傻大幣 花這種錢買邦交國 有時候是好到政客 但對當地人民是不好的 所以中國這種政治體制 我常常講 誰跟他同一國 誰就倒大煤 因為他根本不在乎 你的生活好不好 也不在乎 他對你的承諾有沒有兌現 對台灣來講 失去一個邦交國 當然我們必須省慎應應 我們不能說這是好消息 但我看網路上有人說 走了一個要錢的沒關係 我們對邦交國不要這樣子 但是離開了 我們台灣在實質外交上 我們還是繼續財產 現在像很多國家都是首次發表 對台灣總統選舉的恭賀文 德國就是其中一個 這都是跟主流國家更密切更互動 台灣跟歐盟的國家 跟澳洲跟美國加拿大跟日本 都有長足的進步 失去懦弩我們很遺憾 但請大家看清楚 失去懦弩的兩個原因是 貪婪的懦弩政客 以及中共寧可花錢要羞辱台灣的民主 也不願意好好尊重我們國家真實的存在 這才是真實的原因 那如果國內有一些政黨或政治人物 跟著起舞在羞辱台灣的話 想清楚你的座標到底是在台灣還是在北京 好 我先來補充有關於上一個 就是被中國挖走的宏都拉斯 這個其實也不過是三天前的新聞 那我們不知道三天後會發生什麼事 可是三天前的新聞是說 宏都拉斯跟台灣斷交之後 他們的白蝦水產業者崩潰了 他們的養殖場倒閉 而且失業的人口非常的多 那中國開的蝦子的價格是台灣的一半 你要賣多好 五桌給你賣 這是他們那個態度 所以我們看這裡有訪問一個蝦農 這個蝦農很生氣 他說中國的承諾都是百六票 自從就是跟台灣斷交之後 他們的經濟 生活方面 很多都在消退 然後他有講 對比我們可以吃下 宏都拉斯70到80的出口 蝦的出口 中國隨時都在說 會到三天 會到三天 但是說完了 都沒什麼實質的回應 那永宏我再補充一下 因為其實諾魯這個國家 我們的邦交國 說實在的 委員是外交國防委員會 所以你可能有去過 也可能沒去過 但是多數的台灣人民 台灣朋友不知道說 諾魯在哪裡 南太平洋島國 它的面積是21.3平方公里 世界上最小的國家的 算是第三名 第一 第三名 然後人口是多少人 人口比吳征的選區還要少 因為他人口大概1萬1左右 我怎麼會拿吳征的選區 不是 一個立委的選區到30來萬 我們的一個禮都超過 他有30幾個落魯 大一點的禮就超過 但是他是你選區的兩倍大 大概兩個大安區 土地 那可是不是啊 因為他們其實就是說 雖然他的國家 我覺得可能 中國看上的就是 因為他國家是偏小的 那可能他們比較能夠去鬆動 那不是這樣 不…這個我先講一下 不是… 他們開這個價錢 中國原來應該也不置可否 可是因為台灣人民 自由民主的選擇 中國很沒面子 他需要一個面子 所以這個錢他就願意砸 否則諾魯在那邊比較 我跟你講已經跑了一段時間了 兩邊要比較比較 我們台灣根本不跟你玩這一套 那中國他就是在 面對台灣自由民主的選擇 你知道中國多怕 那個動算兩個字 也變成微博的禁用詞 然後 我有看到微博有人偷渡 還是有寫什麼賴當選等等 對…現在都會禁 禁到最後連算 你現在演那個算頭 寫出來都一直被禁用 賣蒜頭的 先來微博廣告會不見 蒜頭也不行 我說蒜頭好 不見了 我跟你說 他就是這個國家 心裡脆弱成這樣子 然後他在這個時候 要選擇坦白講 他就是無法面對 台灣人民的民主 就用懦弩來糟蹋 那這個方式 在我們外交國防上 來評估來講 第一個 意料中 第二個 這個方式也許是他採取 比較文明的方式之一 好 來 永鴻 這個懦弱 我坦白講他像外交渣男 什麼叫外交渣男 你想想看這個情人跟你分手了 分手又回來 回來這次又分手 我跟你講這次分手之後就不要了 我們尊重懦弱的人 2002年的時候曾經也斷交 他們2002年的時候 就因為金錢外交關係 跟台灣斷交 斷交2005年又回來跟台灣建交 然後現在又斷交 會不會過三年要跟我們建交 我為什麼這樣講說 他是外交渣男 因為事實上他不只對台灣 他對於歐美 乃至於俄羅斯這些國家態度 都是一樣 好比說科索沃戰爭的時候 他也是一樣 我不承認科索沃 俄羅斯給他錢他就倒向這邊 歐美給他一筆錢他就倒向那邊 我這個國家印象非常深刻 因為我以前在國和會的時候 我已經知道國和會 我在國和會的時候 我帶著那一班 就是海外的 國外的邦交國的官員來受訓 那一班的班主任就是我本人 剛好一個諾魯的學員 諾魯的官員來台灣受訓 斷交的那一天是外交部 我們還上課上了一半 外交部的外交官來 然後進來打斷上課 先跟我講一下 打斷講師的上課 然後去請諾魯的官員 跟他講說對不起 你們國家跟我們斷交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請你離開 馬上 不是等課上完 那很無情 馬上就 對 你斷交的時候突然就斷交 馬上就請你 所有的其他各國的官員 都看著他 然後就把他帶離開 帶回去宿舍包包整理一下 最近的飛機要把他送走 你會說諾魯有飛機嗎 有都飛澳洲去轉機 你說如果這個國家斷交 對我們有幫助 有沒有損害 第一個我必須要講 這個像以前的口香糖廣告講的 就是多了一片價格不變 台灣的邦家國是少了一國 價值不變 我們的價值不變 我們的價值都在那些 跟我們實際上有經貿往來 有政治外交互動 乃至於在軍事上相挺我們的 像美國像歐洲日本澳洲這些大國 第二個這個國家他今天諾魯 今天既然做這個動作 他到時候要面對的代價是什麼 諾魯最近還有賺一筆錢 賺什麼錢 因為澳洲 就是說這些歐美國家 包括澳洲 他們在接收阿富汗的難民的時候 他必須要找地方安置 諾魯是其中一個安置的地點 而這個是必須要付他錢的 不足夠付房租一樣 所以這也是諾魯最新進的賺錢的 你看他離澳洲是很近的 事實上離台灣也不算遠 台灣在這裡 菲律賓 澳洲 他是在這個南太平洋 所以在整個南太平洋上 南太平洋老大是誰 講白了就是澳洲 還不是美國 南太的老大是澳洲 澳洲今天已經對中國 已經是很明確要反對中國 所以他要遠離澳洲這個老大 要去靠向中國 說真的 諾魯是得不償失 最後我要講 事實上美國的台北法案已經很清楚了 就是針對台灣的邦交國 以及支援台灣加入國際組織 美國有很清楚的政策 中國現在這樣的做法 你少掉台灣 對不起 不是少掉台灣 你少掉中華民國跟邦交國 那就會應驗了趙少康所講的 中華民國要滅亡了 什麼意思 當中華民國所有邦交國都沒有的時候 中華民國就真的滅亡了 但是台灣還在 不要忘記了 到那個時候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承認中華民國的時候 不要忘記了 全世界都還繼續跟誰在互動 跟台灣 比方說美國用的就是台灣關係法 這時候才是老共要擔心的 玩火注定自焚 好 來 接著我們來看一塊 是因為這一次國會的部分 因為三黨都沒有過半 那我先請教瑞德哥 三黨沒有過半的情況之下 有人就當老大了 我是關鍵少數 我當然就是老大 所以今天 昨天就傳出風聲 我們常常在講了嘛 今天黃國昌跟民眾黨的這些 不分區準立委 出來開了一場記者會 然後他們不是說 我們比較屬於誰 我們先來講 我們的願景改革的方向 聽起來很偉大 第一個部分叫做 第二個叫強化人事同意權的審查 然後還有第三點是 修法強化立委利益迴避規範 第四個要承諾定期公佈相關經費使用 如果這個都符合我們條件的話 那立法院正副院長 我們就可以來看 做一個感覺比較符合我們心裡面 比較理想的那一個狀態 才要來支持 所以我就不曉得說 你看出這個媒體是什麼 我看出媒體是 那麼雍正皇帝要很小心黏羹搖 很簡單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民眾黨號稱是團進團出 今天這場記者會 其實主角只有一個人 叫黃國昌 而且他演人成為民眾黨 巴西立委的代言人 領導者 黃珊珊都在旁邊只有搭槍的份 那麼其中有一句話我特別注意到了 黃國昌特別講到說 會強力履行定期要求總統到國會報告 立法院邀請總統到國會來 通常是立法院要開議 還是總統要每一年度 做一個知情報告 這我還可以理解 這個我還可以理解 但是總統可以決定要不要來 這不是憲法規定說你非來不可 他現在是說強力履行定期要求總統到國會報告 而且這個是根據柯文哲跟民眾黨在國會改革所提出的證件 柯文哲跟你民眾黨的黨團在國會改革所提出的證件 我們的總統就一定要聽你的嗎 是你說的算嗎 而且你聽清楚喔 這四項要求 如果我沒有聽錯的話 包括應該是包括格魁的同意權吧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 我覺得那個人事同意權還要包格魁同意權 我在想他的目的 終極目的就是要把格魁同意權 因為其實你說檢察院考試院都有 都有人事同意權的審查 行政院長的同意權當然不會放過 而且你要搞清楚這四項的要求 不是我跟你說OK之後對不對 政府院長都OK 沒有 國民黨跟民進黨先OK 兩邊來談看你們態度怎麼樣以後 我再決定我要跟誰合作 你以為你是誰 你以為你是誰 總統也沒像你那麼驕傲 我想坦白 我們台灣做總統 你馬英雄也沒有像你那麼驕傲 我想真的嘛 對不對 哪一個人像你那麼驕傲 他也當過四年的立法委員 當時代力量的時候 他也知道立法委員的職權 我們旁邊有一個王定義 跟政府說一下 總統要給我定期來報告 政府也不會這樣說 就算是國民黨當總統 他也不會用這種態度 所以他以為自己已經是扭著 他好像現在比立法院的院長還大 我倒覺得柯文哲 昨天不是找了八個人去談嗎 對 柯文哲是在告訴下面八個說 我是雍正 你們不要給我當年更咬 結果今天一大早 馬上年更咬就出現了 你知道嗎 黃國昌的態度很顯然 再來緊接而來 雙黃就是黃國昌跟黃珊珊 兩邊的內鬥會議更加劇烈 好 現在來了 本來誤以為說今天他們會講 要跟國民黨還是民進黨合作對不對 沒有 他講得很模糊 他講得模糊之外 還提出一個條件 四項要見五位 不然又說一大堆 再來他會怎麼樣 我告訴你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再來立法院的政府院長 他們會推自己人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因為三黨都不過半 國民黨五十二再加兩個五黨 也是五十四 還有三十才過半 對 民進黨就不用講了 民眾黨從區區八十 那麼因為立法院的意思規則裡面規定 第一輪一定要過半 國會議長立法院長一定要過半 所以不可能 以用這個方式來讓他留會 讓他第一次沒有結果 第二次就不一定 第二次不一定 第二次是相對多數 是絕對多數對不對 第二次就來看看 到底要誰 他叫代價而估 他現在就是要用最少的成本 要搏最大的力量 所以今天國民黨 其實已經裡面有人很不爽了 很不開心 很不爽了 國民黨都有這樣的一個反應 國民黨都有這樣的反應 民進黨也要思考 當然政治是一個妥協的工具 但是政治在協商跟妥協的過程當中 不能喪失靈魂 你要千萬記住為什麼 因為他會要的更多 他不是 我說討伐的 立法院政府院長有什麼了不起 只是我們不想看到爬樹上了 去當院長這樣而已對不對 當院長這樣而已 可問題是他要的不只這個 而且我告訴你 如果你認他欲取欲求 他搞不好還要 他之前說怎麼說的 第六項還記得嗎 六個要件裡面的第六項要什麼 還要NCC主委 還要 保護部長 還要有的沒有 所以要小心為什麼 柯文哲跟他們的佈局 號稱是八個立委團進團出 事實上他已經在佈局 明年的九合一大選 因為明年的九合一大選強 我跟你講喔 你如果聽他的對不對 你多少上他的當 他已經開始在佈局 明年的九合一大選 因為這次在幾個都 六都裡面的幾個都 有些地方他得票三成 對啊 三成我怎麼可能放過 桃園 海中 三成我就不是關鍵少數 三成我再加一個 一兩成我就贏了 所以柯文哲生命 不會在這裡結束 所以他不會讓他 不允許他的下面有個年更搖 那但是 柯文哲也會把他的這個 相關的八個立委 用這個導彈的方式 強迫從藍跟綠裡面 攫取自己的養分來壯大自己 所以民進黨在 當然我知道民進黨 你必須在某種程度上面 要跟各黨團之間 要怎麼去協調對不對 再講一遍 不管政治利益如何 政治利益如何 絕對不能用政治的相關的 政黨的靈魂去交換 這一點是民進黨一定要深思的 吳徵我先請教 因為就黃國昌過去監督 他什麼都監督 他其實曾經也監督 韓國瑜監督的滿用力的 那如果說 因為有一些劇本 有可能大家都在推演 有沒有可能是藍白河 或者是像剛剛瑞德哥講說 他們就是自己提自己的人選 但是第二輪之後代價而估 第三個就是我也不提人 然後我用一個開放的方式 不過他們說他們會討論 說會團進團出 這個是媒體所推演的一個劇本 第四項就是回過頭來 就是那個第六點的部分 會不會跟綠營 可以要挾到比較多 像我看到 包括像陳昭之士 比較獨派色彩 你如果說真的要回頭 會爬到樹上韓國瑜 顯然好像民眾黨內部 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那你覺得你的推演 會是怎麼樣 其實黃國昌今天提出的說 要先來談改革的主張 再去談後續政黨合作 其實基本上這是一個 小黨在跟大黨互動的時候 很常運用的一種戰術 請你看過去黃國昌在主導 時代力量黨團的時候 基本上在跟民進黨互動 其實不論是說立法院內部 或是說選戰的過程中 基本上也都是走這個路線 就是說我們不要直接 談利益的合作 因為這個可能對年輕的選民來講 覺得說你直接談政治 你給我什麼我給你什麼 好像在分贓的感覺 大家覺得說不要 我要談理念 我要聽政見 那先從一個表面上 一個這個起手式先做出來 其實這個戰術對小黨來說 其實也是非常合理 而且有效的 因為在這過程中 你看這次立法院的整個席次分布 國民黨拿52席 民進黨拿51席 民眾黨拿8席 全部加起來113席 8席在113席裡面 終究他是一個零頭 所以他本體的體量不大 但對民眾黨來說 他的戰略目標怎麼樣 一定是我要透過這8席 把8席做到好像有80席一樣 對 我要在這立法 我告訴你 你剛剛講這一段 我都想到諾魯 剛剛前面講完 好像一下 吹得很大對不對 賴清德當選那天晚上 諾魯共和國的總統 還有發賀電來給我們 對 所以對民眾黨來說 他們目標一定是在立法院裡面 用巴西把它做成一個喇叭 做成一個大聲工匠效果 把他的政治的觀點 他們論述持續向全國放送 他左眼的是未來 我不只是要這8席 我接下來2026年的 九合一全國大選 甚至2028年的大選 我要透過這8席 再去把我的能量 我的論述輻射出去 所以他現在先出一個考題說 來 民進黨請答 國民黨請答 這是我的四點改革承諾 重點其實不是這個改革承諾 裡面大家各自立場是什麼 是在這裡面 只要你國民黨或民進黨說 好 我們來談 我們去回應 其實他就贏了 因為他在這過程中 他變成改考卷的老師 你變成答題的學生 你裁判 對不對 這個過程中 其實就是借國民黨或民進黨的手 來去說 你民眾黨真的是最中立客觀 你真的是道德最超然最高 你讓其他黨都來跟你談改革 你最懂改革 其實主要的背後的目的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想基本上 我認為在第一 至少在第一階段 我想民眾黨會自提人選的可能性 還是非常高 他第一開始 現在當然先拋出來幾個改革承諾 後來就看國民黨民進黨 怎麼樣去回應 其實就算說國民黨民黨 真的有人去回好了 說四點改革 就算你說我同意三項 他最後一定也說不行 有一項不同意 國民黨只同意兩項 民進黨同意幾項 最後我們發現 兩大黨都沒有辦法完全實現民眾黨 對於國會改革的願景 所以我們只好自推人選 基本上我認為會朝這個方向 只有他們在國會改革 只有他們在國會進步 對不對 就是他們會 就是說他鋪陳的那一個東西 輸贏都是賺 對不對 沒錯就是輸贏就賺 因為在過程中 他賺到聲量賺到話語權 其實小黨的路線 坦白說在立法院 本來就這樣走了 所以我是認為 民進黨未來的這個部分 其實也不需要去陷入說 到底我們是不是要 爭取民眾黨幾票這個泥造裡面 其實應該是當民眾黨 自己去提出一個 國會改革藍圖的時候 其實我認為民進黨 在這部分要有所回應了 因為在這次大選 中美也看到說 其實包含年輕選民 包含中間選民的選票 其實很多真的是被 柯文哲跟民眾黨拿去 寄走了 對 民進黨自己包含 其實過去幾年 國會改革也有推 其實包含國會的直播 也是在16年 蔡英文上台之後 整個民進黨獲得 國會多數以後開始做的 現在包含過去幾年 民進黨團 或者說菲提委員 在這幾年 也有在持續做 所謂開放國會 跟民間團體做了很多的倡議 其實這個部分 我想接下來 是可以期待民進黨 新的國會組成 持續去推動 也向社會來去報告說 民進黨我們自己 也是有我們改革藍圖 要去走的 我今天看到民進黨 還沒看到回應 等一下委員來補充 國民黨的 他一聽到說 有綠白合作空間 有點緊張 我看到曾民眾委員說 你如果是這樣 說一頭做一頭 你會走向泡沫化 跟時代力量一樣 我就開始講一些狠話了 但是第一個 真的認真回應的 是戰鬥欄的趙少康 趙少康你4點來 我4點回回去 他就4點回回去 然後說 我不只主張你這一些主張 我還有什麼 如果你要國會聽證調查權的話 你要什麼門檻 然後後來他還講說 遊說法的部分也要處理 所有的稅客不能夠掛名 立法院的助理等等 趙少康憑什麼回應 對 我跟你講 最好笑的是 趙少康還說 我2點半有空 我們約在哪邊受訪 中廣董事長 回應個什麼玩意兒 然後他後來 大概又過幾分鐘 想想說 我到底用什麼身分回應 他就決定 好像不是很適當 我不要出來講好了 副總統落選人 他用副總統落選人也可以 一個呆頭 對 就是毫無分量 但是他就是很愛講話 我覺得黃國昌是這樣 的確啦 就是他會逼著兩大 就 我站上了道德的至高點 你們兩個 你們兩大黨藍綠 如果跟 就答應了 你看吧 我還是超越你們 我第一個講的 所以我最清高 如果藍綠不跟 你看吧 你們都是舊政治 只有我們新政治 清廉透明 但是他要求的 國會公開透明 要連能等等 不是現在的 立法院就在做 而且開放透明 是從蘇嘉全到游錫坤 都是這樣做 所以才會有國會直播頻道 讓你全程24小時 想看就看 逃不過大家的眼睛 游錫坤的時候 不是請了兩位外部的委員 進來 然後有一個開放的立法院 就是來審查立法院的這些 這些院長的經費 然後有沒有亂花錢 所以立法院一直在朝向 清廉 開放 公平透明的方向去走 講得好像別人都沒做 只有你黃國昌最棒一樣 可是黃國昌早就知道了 他在立法院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 蔡那個協商的時候 他都知道 他都知道 但是他必須要表現出 其實我最棒 你們都很爛的那個形象 他必須演 不然怎麼咆哮 不然哪會有他咆哮的空間 所以就演得有點over 演技真的要剛剛好 演超過 就噁心了 會令人想互作為 所以我覺得那個不能太超過 好啦 那所以現在 大家要問的就是說 那所以應該要怎麼樣子 合眾聯合可能有幾套劇本 要選這個院長 民眾黨其實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我透過這種方式 來壯大自己 所以他必須要讓自己長得更大 柯文哲這一次選完總統之後 他下一次2022的選舉 他勢必在全來各地 廣泛的大量的 撒人提名 因為他要拿到更多 不只是議員而已 他現在會更多的野心 縣市長也要推人 縣市長然後縣市議員 所以他要如何養大自己 他當然在立法院裡面 能撈能挖就盡量挖 所以每一場立法院的戰役 都是民眾黨可能長大的契機 對於藍綠來說都有危機 因為他要長大 藍綠勢必得縮小 所以我個人主張藍綠合 幹掉 主要敵人 先阻止這個長大 吃掉你們的機會 你們兩邊先合作 這個提議不錯 我家凱聽到你講完 臉馬上都紅起來 我首先 不是 你院長副院長的選舉 這件事情其實是可以談的 對 可以商量的 這個 加起來其實 國民黨是54席 一個民黨是51席 那你被8席在那邊玩得翻轉 對 因為黃國昌他今天出來 指導你們藍綠兩大黨的目的 就是告訴你說 老大是我的 我在執政 你們這個法案要過 要聽我的 不是 你們如果在 第一站立法院長副院長的選舉當中 就聽這個民眾黨的 接下來有監察院 有考試院 有NCC 還有司法院 大法官 各位 所以這個接下來 可被勒索的機會 非常的大 要吐出的東西 第一場可能吐這樣子一點點 第二場的時候 你可能要吐更大一點點 這更是軟頭沾滾 是嘛 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 還不如 藍綠先合作立法院政府院長選舉 阻止這個力量 持續吃掉你們 蠶食精吞 吃一點 我覺得現在藍綠兩黨 經不起再撕掉任何一點 你只有阻止對手的長大 你才可以持續的存活下去 這個想法其實蠻不錯的 來 家凱要來回應 我認為趙大哥的方向 趙少康的方向是正確的 雖然說撇開他的角色 但我覺得未來新的立院黨團方向 可以遵照趙大哥的方向 可是我覺得他的角色有一個問題是 因為前方輪才幫他出頭 然後說趙少康應該就是朱立倫要辭掉主席 然後趙少康來接 然後馬上他就說我來回應一下 黃國昌的那幾點 我覺得這十幾點有點 對 賽派我會來幫幫忙解釋一下 但我覺得不需要 這有沒有大家覺得很眼熟很耳熟對不對 因為從那時候藍白河 到民眾黨自己出來參選 說什麼我要藍白河 你國民黨給我一個策略對不對 今天他早上說什麼 大家期待他說你要藍綠河 還是綠白河對不對 結果沒有 你提出你的國會改革四大呼籲 你就是要吃豆腐 吃誰吃藍綠的豆腐 好像國會改革是你民眾黨的know how 其實不是 過去很多立院黨團 很多人的人事都已經在進行中 他提出的四大呼籲都在做 所以他今天要就告訴大家 國會改革是我們民眾黨的呼籲 大家不要被騙了 所以我們一定不管是藍跟綠 都要提出自己呼籲 但是不是對民眾黨 我憑什麼對你民眾黨報告 我要對是對黨交代 跟對民眾報告 這讓大家看到藍跟綠 你的立場跟策略 再來我相信民眾黨今天會怎麼走 因為你們藍綠都提得很爛 藍綠都很爛 又是分章政治 所以我提我的候選人 就跟這一次藍白選舉一樣 對不對 到時候沒過 因為你民調太爛了 沒當上院長副院長 我們會自己監督 我們小草力量還不夠 所以我希望更多人加入 然後在每一次的院會的提案 都會用一樣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立會 為什麼很重要 比如說如果能透過立會期間 破解民眾黨的SOP 他SOP就長一樣 第一個藍綠分章 因為你們都很爛 所以我必須來發聲 下架藍綠 所以我覺得立約也很關鍵 你怎麼去破解民眾的SOP 我想大家都在看 我講一個跟大家不一樣的想法 我舉個例子大家聽懂了 比方說我說 我選前我承諾我一定取吳征 我要贏掉取他 你有同意嗎 沒有 是不是 在綜合我個人的得票 是相較於賴總統的得票 是多出了四個百分點 所以各位朋友 我們過去揭蔽集團 這段時間 針對張家的集火 攻擊是有意義的 有辦法 謝謝大家 再次贏得獻選 林黛化再 拿下8175 熱的要命的 偷著熱的 我跟你講 我今天要取吳征 那選後之後 我突然講說 我有四個條件 我要看誰嫁妝比較好 我才要取誰 這個態度有沒有轉變 選前柯文哲他們講的是 他要含粉的票 所以支持 不管他會爬梳 還是會品嘗的損 他們都說要支持韓國瑜 很自然 連國民黨都認為說 不是說好 他們現在翻臉 有一個是這樣 不是講好了嗎 韓粉不是有一群人 還幫柯文哲動員 還辦招式活動 從原來說要取吳征 變成說 我要看一下嫁妝誰比較好 四個嫁妝 你變了 對 我變了 這個就是內行的 我跟你講 這就不一樣了 所以當黃國昌 這八個人一坐在那裡 我以為他今天要講的是 我們決定遵照承諾 那局結束了 沒有 我們要看一下 第一 小黨這種策略是對的 小黨如果一開始 又跟國民黨綁在一起的話 他就不值錢了 他要每一次都在變 永遠都在變 每一拐都可以討價還價 你嫌他煩 他就靠這樣活下來 他才能壯大 我個人是尊敬尊重 這種小黨策略 所以他當一講的時候 他已經有變化了 而且變化是往反方向去變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民進黨的態度很簡單 基於台灣的國家利益 基於開放政府的理念 基於信念價值下 我們歡迎民主大聯盟 但是不是分章式的 所以這個事情 我覺得在未來這五六天 會有很多密集的溝通討論 會有一些變化 第四個 有一個結構你都沒有注意到 趙紹康出來講話 是最不適當的 剛才佳凱還幫他講話 我講完你馬上就會收回去了 趙紹康講要法辦誰 黃曙光 他要法辦黃曙光 黃曙光的妹妹 現在是在八個裡面一個 不只在八個裡面一個 那個以前國民黨的 現在跑去民眾黨的前秘書長 那個誰 謝理公 每天要逼黃曙光辰辭職 對 然後說什麼 然後操盤的人 自己當不分區 安全名單 把盤來弄一堆人 這一個不分區 民眾黨的不分區八個 除了黃國昌以外 多數跟黃曙光有交情 所以主張要法辦黃曙光 而且莫名其妙法辦黃曙光 黃曙光為了國家犧牲奉獻 海坤浩把他做出來 你要法辦人家 那侮辱人家 人家一輩子清清白白 你侮辱黃曙的哥哥 那黃曙曙這一群民眾黨的立委 去投跟趙少康航瀉一氣的 韓國瑜做立法院長 你覺得他們沒有辦法切開來 那是趙少康各人桌 各人大 韓國瑜是韓國瑜 韓國瑜 再一掛 這個東西其實有一些結構在裡面 所以我認為立法院政府院長 這個局是一個開始 那後續發展下來 裡面還有陳昭茲還有一些人 這些人你要他投韓國瑜 我不曉得 我如果有一天聽到 聽到那個王瑞德投韓國瑜 我一定會從這個樓梯一直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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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變化正在發生中 第二個 國民黨頭腦清醒一點 我這兩天跟路透社他跑到那邊訪問我 我跟他講三黨選總統 不是沒有發生過 最有名那一次就連戰阿扁 宋楚瑜 那個結構跟這次像不像 很像 而且更強烈 那個三角形更強烈 但是你到底一次叫做 phenomenon 一次叫現象 兩三次才能叫結構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民眾黨的柯文哲 你希望當一次性的現象 還是要當結構 你當他當結構 結構怎麼辦 下一次的縣市議員縣市長選舉 一定要大量提名 你不大量提名 你就是一次性的現象 當他大量提名 然後藍白一天到晚 藍白河 藍白河 藍白系出同源 那下一次國民黨面對的 不是同黨同志的分票 同類型的民眾黨提名的議員 每個都要吃你的肉 喝你的骨頭 家凱那邊都丟兩個民眾黨的 他是分誰的票 民進黨的嗎 不是吧 那他們如果再造個市 他集中丟一個 有點像以前新國民黨連線 他那個票再拉高上來 會怎麼樣 所以國民黨在跟民眾合作 說要去思考 後續的結構的變化 然後再來立法院不是一次 我贊成瑞德跟大家講的 院長副院長重要啦 德高望重的 但是我也不能說他沒那麼重要 後面我們有八個委員會的召委 對 趙偉才有排案權 沒有趙偉的政黨 根本連案都排不了 趙偉有時候比院長副院長 在某些結構上 實質上面的問題 你哪一個預算 能夠排進去審查 哪一個法案可以排進去審查 是趙偉說的算 沒有趙偉的政黨都只能去拜託 所以趙偉才是後面運作的重點 我的判斷 民眾黨想的不是政副院長 他想的是趙偉 這個後面我們就等著看吧 所以在這個事情上 第一個民眾黨小黨自然會有這種策略 民眾黨是最笨的話 就是一開始被國民黨綁死了 然後國民黨最笨的話 就是把民眾黨當作小籃 那你們下次選舉要付出代價 那民進黨這邊我一定要提醒 民進黨的支持者好惡分明 民進黨的支持者比較重視原則 所以當你在選擇合作的對象的時候 一定不要輕忽民進黨的支持者的心情 一樣啦 我覺得國民黨他們的支持者 也有心情的那個 那時候他是怎麼踩你的 你現在這樣 我看到我認識的國民黨原則 都沒那麼高 我們黨黑金 總統僅是我們重要的支持 當然拍的準備好了 對 所以民進黨的支持者 對這個事情 我會建議 處理要更細膩一點 沒有 但剛剛時期的建議 是在更超越的 因為是有藍白跟綠白 他的是藍綠核 先砍一個 試一個 不是 藍綠的合作 當然叫做超穩定結構 那如果藍綠合作的話 那民眾黨那巴西這四年 就在旁邊看戲 就我的意思說 就是一個穩定的直撐結構 這個結構不容易發生 來 我們看一下這一篇 《鏡週刊》他的 進一部的分析報導 說除了韓國瑜可能是院長 藍營的公認的人選之外 那副院長 人選說多到能組一支籃球隊 然後有誰 大家我覺得滿厲害的 有八連霸的羅明才 有七連霸的賴士寶林德福 有六連霸的 他們有連霸 他是有六屆資格的楊瓊英 然後還有四屆資歷的傅崑奇 由其中又以傅崑奇的動作最為積極 他買不買不買不 我們可以一起買 比方說扇子 什麼棋子 什麼的 我以為你要講什麼 不是 他是說 競選小物我們可以團購 幫你等到你的那個地方 訪問很好 那這樣子再拉攏一些 自己國民黨的立委們這樣 那另外一個說 這些是可能是 從資歷來算的 那另外一個算法是說 那互補信 因為韓國瑜他有當過立委沒有錯 可是 不太認真 要找一些早起的 要找一些又熟年那個 議事規則 比較正經的 比較理性 所以說 那不然學者出身的江啟成 或者是柯志恩 也被看好說 互補信方面 這是不錯的 可以跟他相助 可以來做協助 那永宏的部分我們看 可能 因為這是原本的搭檔 尤錫坤 蔡其昌 不過你們現在票數比較少 那可能的是 我們戰略復坤其 但是其實可能他們說 那個副院長人選 一隊的籃球隊 那再來是他們有沒有可能自提 那不是你吃的我服 我服你吃 這樣子的一個搭檔 你會怎麼樣來推演 我先講這個民眾黨的部分 民眾黨勢必在這個時候 因為民眾黨是一個很靈活 但是沒有靈魂的政黨 所以他現在要先表現出 他很有靈活 很有靈魂 所以要提出這幾項的改革 才能掩護他未來的靈活的行動 那民眾黨到底 先講他這一組會是怎麼樣 我覺得今天這張圖 特別找很有趣 因為這是選舉期間那時候 柯P講完了 他要把麥克風交出去 這有趣囉 到底是要交到 到底誰才是年更雅 或者說康熙要交下去 到底誰才是那個 到底誰是四阿哥 誰是四阿哥 你看 這兩個人都在看著這個麥克風 到底交到誰手上 這就關鍵到 未來的這個民眾黨的 政府院長的人選是誰 這是這一組 但我講說這一組 事實上他們真的只是選好看的 選好玩的 因為怎麼樣都不會是政院長 或是他們 除非跟某一個大黨合作 但是我覺得這是民眾黨 希望說你們來找我談 但是他也不一定要真的跟你談 因為他要的 因為你只有民進黨有行政資源 難道你國民黨要用各縣市首長的 市府 縣政府的官員去跟他談 不可能 所以你唯一能夠處理 就是要嘛民進黨跟你談 因為當了總統 所以跟你談行政資源 要嘛是什麼 要嘛要合作講清楚 剛剛定宇委員有講到就是趙偉 可是你要想一個 我們來想像兩個畫面 一個是國民黨的馬文君 要當國防委員會的趙偉 要黨潛艦 要查潛艦的弊案 一個是黃珊珊也要當國防委員會的趙偉 然後兩個趙偉在那邊說 一個說我要查潛艦 一個說你不能查潛艦 然後兩個在那邊邊 還是說黃珊珊跑到司法委員會 一個說我要成立特徵組 黃珊珊說你不能成立特徵組 請問知道怎麼合作 就是關鍵在未來的合作的可能性 所以這個可能性是不在的 我覺得對國民黨來說 他最好就是我不要跟你合作 最好是什麼我們大家就比票數 可是他怕的就是民眾黨突然歡警 真的跑去跟民進黨合作 因為國民黨現在票數最多 他加上五黨籍對不對 第一輪沒有第二輪 大家都比票數 打個來比 他希望民眾黨維持參選到底 這是最好的 你也不要來找我談 最好民眾黨你就參選到底 維持你的靈魂 維持你的價值 這樣國民黨第二輪 還不要跟你談 政府院長都是我 這時候講到如果政府院長都是他怎麼辦 我們總不能協大 都韓國瑜在那個 因為立法院常要協調 你總不能協調說 我們以前協調是 從王金平老王 然後到游錫坤這種協調方式 總不能到韓國瑜變成說 來 酒量最好的 你來決定 沒有你說你幾趴 總不能這樣處理 那怎麼辦 如果真的是韓國瑜 那勢必要找一個真正可以幫他 每天早上去起床去那邊 坐證在那邊的副院長 那時候所謂的學者型就有可能 但如果不是呢 就是說韓國瑜到底有沒有這麼想 因為今天有兩個新聞 包括剛過來了那個 一個新聞就是說 說韓國瑜很認真地在找法案助理 各式各樣 而且要找資深的 資深的 十年以上的 這是什麼意思 表示說他要專業 但是這新聞 是不是韓國瑜那邊特別放出來 表示說大家都笑我 笑我講我睡到中午 笑我秋空 我要展現說 是不是真的 看起來好像他真的有心要問鼎 這個院長 但另有一個說法就是 為什麼丟這副院長 其實傅昆琦也是很會喬的人 他說不定他也很想去喬這個 立法院長 所以對國民黨來講 先確認了民眾黨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們跟民眾 可是傅昆琦跟韓國瑜 好像高倍也還不錯 不錯啊 什麼不錯是很好 所以我說 這個賽局是這樣 最好是這樣 國民黨最好跟 國民黨跟民眾黨的合作 最好的合作 當然檯面下 我覺得檯面上有些人不知道 很激動的去 國民黨開始放話 還去罵人家 這個不治 最好合作就是 看著你民眾黨表演 看著你民眾黨 就是一組人馬參選到底 國民黨就正副院長過關 永鴻這個我接一句話 如果今天民眾黨決定自推正副院長 請大家下標題 這就是在幫忙國民黨 放誰啊 因為國民黨和民眾黨 就是54比51 對啊 你自推人選 也許第一輪大家沒過班 第一輪不會過 但是有第二輪 第二輪就是國民黨 自推人選就是在幫助國民黨 對 那如果民眾黨開放自由設計 就隨便你們投誰都可以 那還是在幫國民黨 你不要有他不會 那你就要看他八個裡面怎麼跑 八個裡面怎麼跑 所以民眾黨確實發揮了關鍵少數 但是他的決定 我也要提醒民眾黨裡面的逃人 你的決定 其實人民也會給你打分數的 過於算計失去理念 或者你能夠去支持一個 年輕人都不能接受的話 選民是會生氣的 所以我很快把它講完了 我覺得這個其實陰謀在這裡 陽謀是大家新聞上看到 陰謀就是民眾黨真的堅持一處參選到底 所以最終就是國民黨了 就是都不用談 你民進黨也不要談 最終就是國民黨 那民眾黨為什麼要接受呢 我講你要嘛 你如果要不到民進黨的這個行政資源 你接受這個就是換招委 就招委是關鍵 剛好八個委員 一個委員會一個招委 招委是關鍵 如果立法院的政府院長是國民黨拿去 我每個委員會都給你一個招委 有什麼困難 我覺得讓上四個可能有喬的空間 讓八個 對啦 當然是困難 我意思說 他就是這個是 對國民黨是最好的算盤 對民眾黨也很好 因為他維持他的靈活 民進黨這時候就是要想 當慈其剛剛講的是 這個有時候在戰爭時候才會發生 所有政黨大家瞧瞧 但這個有困難 因為我們選前 你要叫王毅川如何去面對說 我原來對戰叫黃國昌那個 叫韓國瑜那個 結果你要合作 要跟國民黨合作 這個是比較困難 但是我覺得關鍵人不在 用各個擊破 對啦 可以找各個擊破 對啦 不一定要找你剛剛明明的那一些 比如不是你找個學者 這個當然是另外 所以這個合眾聯合還有得看 然後這個處理完就是招委 招委處理完才會到下一步 就是這個行政院長 不過那已經是五月後的事了 好 來有一塊 因為畢竟我們今天有 吳珍也有定位委員 你們是有這個 這一次選舉有參戰的 吳珍的部分有比較科學 我們來看一下票數的部分 吳珍對的是張士倫 張士倫是八萬九千多票 然後吳珍是七萬七千多票 相差是一萬兩千多票 對不對 吳珍你不要這樣 怎麼了 我感受到他的眼睛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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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堅強 吳珍我請教你 因為畢竟其實有一塊 我們這段節目有談非常多 我們也覺得說 我們在公平正義上面 土地的主人不用監督嗎 你不用去注意嗎 但是張士倫的部分 他們家也有相關的 這個爭議的部分 那我請教你 你自己思考了這幾天 你覺得是什麼樣的因素 是大盤的結構還是什麼的 其實大盤的因素 跟個別選區的狀況都有 我們先講大盤狀況 這次當然包括我在新北市中和區參選 就我們看到民進黨在全台灣 很多我們講說 所謂艱困選區或指標的激戰區 包含說評語委員在細紙的選區 包含靜宜委員在中二的選區 當然還有例如說民主大聯盟合作的 台灣市大安區 苗栗苗二選區等等 其實最後很不幸都沒有來去贏下來 那這個關鍵其實還是在說這一次 基本上大盤回到一個三足鼎立的狀況 這個賴 猴跟柯 那我們去看這些所謂的艱困選區 它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是說它多半長期 就有一個地方的家族 在這邊長年以來用非常龐大 不對等的資源 長期深刻的綁裝 所以這一些家族的票 他們的裝腳票其實是綁得非常非常死的 那這個其實例如說我們看中二的嚴家 中和的張家 其實都是非常清楚的體現 所以他們的選票在大選中 即便今年侯友宜是逆風 但是在區域的立委票 他們是綁得非常死 那第二個部分是說 一些這些關鍵的重點選區 其實是在過去幾年 在一些特殊的情況下 被民進黨翻轉成功 例如說品渝是在2020年 當時蔡英文817萬票 等於是民進黨過去幾年來 那你也是很艱困的啦 其實汐止那一區很艱困 當時其實贏幾千票而已 好不容易翻一點點過來 那在我們中和其實永昌委員 也是在12年的時候他參選 當時也是輸給中和的張家 在16年的時候 整個太陽花氣勢 跟2020年也是817這一次 才成功繼續頂住 來自張家的壓力 那靜宜委員其實中二區 而且也是上一屆3Q把它翻過來嘛 後來罷免了之後再補選 全國之力去幫助林靜宜 把這一區攻下來 所以我講的是說 這一些選區 我們面對的是地方上 我們講說長期壟斷地方政治 長期在地方形成特殊利益結構 這些家族 本來就是一個很艱困的挑戰 那在整個大環境 然後個人的條件 跟選戰的運作 都這個三個條件 等於天使地利任何達成的時候 我們才好不容易過去幾年 有機會把這些選區翻過來 那在今年選戰結構 可能對民進黨來說 變成相對逆風不利了 包含年輕選民 可能游離去柯文哲這邊 包含中間選民 那我請教你說 年輕選民可能游離去柯文哲這邊 那是總統票的部分嘛 那你的選區還有一個變異數 是邱承遠嘛 邱承遠他也拿20%喔 那你覺得他分到的誰的票比較多呢 其實這個就要講得好 講到我個別人選區的部分 我覺得雖然當然 這次我這個 在中華選區選輸了 但是我也要請電視前面 我們中華的鄉親投給我朋友 我們不要洩氣 因為我們選戰是有打出成果的 因為侯友宜在中華區 他的得票其實是40% 所以中華是深藍區 是國民黨的鐵票區 侯友宜在整個 整個新北這次平均只拿35 大概中華他拿了40% 所以也就是說 基本上我們在講 如果說賴清德一票 吳政一票 侯友宜一票 張志倫一票的話 那張志倫在中華的選票 40%的保底 因為侯友宜就拿40%了 最後他拿了42點多 所以我們看到說 大家也不用洩氣 這個張家張百億 他的資產多了我 100個億 200個億 最後他選票 立委 比侯友宜的基本盤 多了2點多% 這個是他們家 常年在中華榜莊 多這2點多% 好 我們給他 那賴清德主席 現在賴總統 在中華這次開出的票 是33% 那最後我的 立委的選票大概是37% 所以我的 在中華我個人的得票 是相較於賴總統的得票 是多出了4個百分點 所以各位朋友 我們過去揭蔽集團 這段時間 針對張家的集火 攻擊是有意義的 有4% 雖然我們以前講說 4%仔 但現在我們中華有新的4% 我們光榮的4%仔 就是這4%的群眾 我要謝謝你們 不論你們是基於說 覺得吳政這個年輕人可以支持 或者是你看到了張家 常年來在地方壟斷 你覺得投不下去 你要翻過來 這4%選民是 即便他總統 他不支持賴清德 他還是覺得說 不能讓張志倫 或者是其他人選 在中華來勝出 所以就把票投給了吳征 我在這邊 這對這光榮的4% 中華市民 對你們表達深深的感激 謝謝你們 好 所以那也要跟 我差點要在旁邊 我們來跟吳征蓋有一個 那其實 所以剛剛講了邱承遠 其實邱承遠最後在 就是說柯文哲 其實他在這個中華這邊 最後拿的是27 所以我也是要 這邊我也是我想要跟大家講說 民黨青年選票這塊還是要重視 就是柯粉其實真的也不一定是鐵板一塊 雖然我們說柯粉很團結 很死忠 然後大家造勢一定要義無反過拼一次 可是柯文哲在中華拿的選票 沒有100%給邱承遠 他在中華拿大概快27 那邱承遠最後開出來是20% 所以有說有7%的柯文哲的總統票 最後去投到了張志倫 或者是我身上 那當然最後看起來 大概投到我這邊的大約是5% 投過去2%張志倫 所以其實年輕人還是會看的 有些年輕人 他可能覺得他對現況不滿 他覺得他想要反對執政黨 他去總統投資柯文哲 反建制派的 但是他在地方上 他覺得我們地方上公平正義也不能 他也不想讓這樣世襲的家族 金權政治來壟斷 所以他可能又把票也給了我 所以他也是會出現分裂投票狀況 所以我想這次選戰中 我想不管對我個人 對於賴清德總統 對於整個民黨團隊來講 都有很多學習地方 未來幾年 跟青年族群的對話 跟中間選民 怎麼樣去讓大家看到民進黨 突破歷史 超越八年魔咒 未來我們要開展更強的 改革的決心跟企圖 我想這都是黨接下來 非常重要的工作 你的覺醒 因為李政浩講說 揭蔽集團的首領對不對 揭蔽集團首領的部分 要不要繼續延續下去 有有 因為剛剛我看李政浩也發文 他說 其實今年初他的心情是很低落了 因為去年他 不對應該是前年了 前年他選議員那時候失利 然後後來他立委選戰出現波折 但是出現揭蔽集團 我們這個project 跟最後搶救王一傳大兵 兩個專案讓他燃燒生命 所以他決定充滿希望充滿光亮 所以李政浩昨天還有傳訊安慰我 我也這邊也跟他安慰他 政浩不要洩氣 我們揭蔽集團還是要繼續發光發熱 未來我相信全台灣各地 還是有非常多的弊案 非常多的違建豪宅 等著我們去揭發的 好 委員的部分 我們昨天其實有聊過 南部的一些票盤的開盤的狀況 我相信你自己在操盤 你也是最清楚的 我們來看一下 我昨天在經過 包括瑞德哥跟晃哥解盤之後 原來是這樣 因為我昨天在看的時候想說 怎麼可以這樣 我們民主勝地台南 包括高雄的部分 其實賴清德只有得到 一個是50.95 一個是48.89 我個人認為 我不是在選機 我說有一點低 可是晃哥說 沒有 你要注意的是 打他都跟一對一不一樣 對 整個盤是不一樣的 然後我就另外重新算了一下 說原來是這樣 賴清德在台南贏過柯文哲 三十萬票 三十 對 三十萬票左右 然後贏過 侯友宜是28萬票左右 在高雄的部分 賴清德贏 柯文哲是44萬票 贏侯康佩是33萬票 也就是說其實南部的盤 你們算是鞏固得不錯對不對 第一個我們大家了解 一對一的賽局 在選舉裡面跟三卡都 我講的是真實三卡都 有的登記根本沒有在選擇 那個不算 就真實的三卡都 不能去這樣計算 我以台南 用另外一個例子告訴你 台南的立委 如果是一對一的 民進黨都可以拿到 七成左右的選票 難道賴清德輸給這些立委嗎 對 我就是跟你們有七成 沒有六成 我的選區就是 我的選區就是三卡都 你也是三卡都 就是我從東區一直到南關線 一隻手是有 一面是有分票 一面是遇到國民黨的正規軍 所以很類似 那我的比例呢 就跟賴清德的比例差不多了 所以三卡都 每一個人都有第一選擇跟第二選擇 也就是說如果三卡都 裡面有一卡不完的時候 這一選民是會移動到他第二選擇 那賴清德在台南的支持度 如果一對一拿到七成沒有問題 但是遇到三卡都的時候 有的人就會去選擇他的最愛 就會分散開來了 所以不要單純是用一對一跟三角來比 那這個有點就變外行了 第二個 剛才從吳政那邊來講 我真的看到中部這樣子 有人用一個詮釋說 戰國有地 然後有豪華農舍的會過 有爭議的都會過 那居住正義還要喊什麼 我覺得還是要繼續努力 我們在選舉裡面其實有三個大圈圈 個人條件包含家族 再來就是政黨條件 最大的是社會氛圍 這三個圈圈都對你正面的話 你大概就選贏了 那只有在五五波的地方 五五波就是政黨在那邊五五波 社會氛圍在那邊五五波的時候 那個人或家族的優渥的條件 你羞辭有精挑戲選過 對 優渥 非常優渥 我剛剛有情 無人無跑 優渥的條件 它就會影響輸贏 所以事實上 在全國的氛圍下 你會發現說 為什麼大家這邊選得不錯 你那邊怎麼全島了 為什麼桃園全島誰全島了 對 桃園跟台中 就是大家全面在選的時候 你沒辦法focus在其中一個選區 當社會氛圍跟政黨的形象 差不多的時候 那個人優渥的條件 後面有議長啦 後面有家族的勢力啦 有地方派系啦 有金錢的遊戲啦 那個就會決定關鍵的輸贏 另外 這次還有一個現象 我以林靜儀中二選區來講 柯文哲對嚴寬恆是有貢獻的 柯文哲對嚴寬恆有貢獻 有一些人 在上一次補選的時候 他不願意去支持 有爭議的嚴寬恆 他選擇了林靜儀 可這一次有一些這樣的票 因為藍白河的議題 藍白河只有在中部成功 這些票就願意去投有爭議的人 這個是 我覺得嚴寬恆能夠跟林靜儀 會有11萬跟9萬的差距 否則我們那時候你去看 不管罷免或者是補選 嚴加的組織票 哪怕用監視器在那邊錄 大概就8萬出頭 就是8萬出頭 所以民眾黨跟國民黨在中部 其實是有影響的 那幾席大概因為這個原因 那我覺得在這一次的地方選舉 我們自己感受很深 只要民眾黨沒有提名候選人的地方 那他們的有一些支持者 是願意去支持國民黨的 但是越南部這個效應越小 越南部變成一對一的時候 支持者會回流 所以南部的民進黨支持者 甚至於包含只準備70天的黃捷 都可以拿到7成上下的選票 這個是正常實力發揮 那薩卡都接近就是5 大概就532這樣的分配比例 那這個就是政黨的結構 那在下一次的地方選舉 議員選舉 這個結構就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個人會認為 下一次的議員選舉 會廝殺的很厲害 來 瑞德哥我請教一個部分 我們剛剛有研究過 那國會未來會長是一個 什麼樣的樣子啊 那還有一塊的推演 我是覺得推演得滿快 不過媒體就是這樣 已經推演到說 那個520之後 那隔魁會是誰對不對 那有好幾個人選 我們這邊有整理出來 這都是LQ每天點名的 包括總統府秘書長林佳龍 那林佳龍的部分 這個指出的人士他有說 有一個說他學經歷不錯 又有這個地方收場的經驗 可是有一個問題是說 政國會跟新潮流 會合不合的問題被點出來了 那另外是前文化部長鄭立軍 他算是心細起來的 所以說就是這也是 被點名的一個人選 再來是鄭文燦 行政院的副院長 以及這次幫賴清德操盤的潘孟安 尤其在平北平南都穩住了 所以他呼聲也滿高的 還有一個是賴清德 也是他的進總的總督導左榮泰 另外點了一個就是說 是不是不要政治色彩 那麼明顯是中研院的院士朱靜一 還有一個是陳其邁 因為陳其邁高雄八區本來有一區 其實本來有四區很危險 後來就剩下大概一區 左南比較危險也過關了 而且贏的還滿多的 就有點到他 但是陳其邁其實他 對 他有講說沒有啦 我還有跟市民朋友打鼓鼓 我們要做到任期的最後一天 像是這一些人選 瑞德哥會怎麼樣來評論 你不要忘記一件事情就是說 那麼你國會不過辦 還有一個困擾 除了這個招委的選舉之外 那麼包括你以後 預算 法案 壓手你就輸人 因為他們如果聯手的話 再也如果聯手的話 你不要忘記倒閣權 倒閣權才可怕 沒倒過一年之內 不能再倒閣對不對 但是如果倒閣權 他們過半嘛 國會過半他們倒閣你就倒了 對不對 你就換行政院長了 不管行政院長的同意權 有沒有恢復都不管 倒閣權他可以倒閣 我認為那麼在朝小野大的情況之下 賴清德應該會第一任的行政院長 會選擇是比較 人和的部分比較好一點 就大家比較不會有 黑官比較強勢的 可能性比較小 就是說他很有作為 很有power 很有能力 但是問題是 在野黨不會幫你耍的對不對 這種的第一任的行政院院長 可能是比較過度期的 他會選擇一位比較協調能力 我覺得看起來 卓榮泰這些人的可能性會比較高一點 那麼為什麼 大家比較不會那麼 不會覺得有針對性 這樣的人來當行政院長 不可以找一個打雞 就你很強 可問題是你會跟那個對抗 不是來吵架的 對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我說過了 看你為什麼都倒閣 你知道嗎 倒閣他們壓手就過了 比較麻煩 可是倒閣會有一個風險 就是總統解散國會 也有這個 有反擊 這是一個互相的 但問題是不要忘記 我剛剛說過的 預算跟法案一樣卡你 對不對 所以那麼到底會是誰我不知道 但是以目前的態勢來講 大家都認為像卓榮泰他們比較 一開始比較不會有這個爭議性 那當然潘孟安的話 我覺得他是很適合的 內政部長的人選 聽說自己也滿有意願的 那麼我幫他講 我把他當獨家了你知道嗎 獨 幫他講嘛 至少還有內政部長對不對 那王定宇我跟他講說 潘孟安授權 我如果說 我如果說王定宇 也有內政部長可能性 他也不會否認吧對不對 我否認 你否認 我剛剛選上你不要鬧我 但是我還是要提醒各位就是說 這是因為 沙喀都 這個沙喀都會在 明年底的九合一 跟搞不好四年後 2028年還是會有存在 沙喀都不會改變 現在只是 白的分掉藍的 還是分掉綠的比較多這樣而已 那也不要以為 我覺得 沒有必要 沒有必要放棄年輕人跟柯粉 為什麼呢 因為從剛剛吳征的講法裡面 柯粉不是鐵板一塊 他本來才 他之所以817講不好聽的 817是借用 你知道嗎 什麼意思 民進黨的基本盤跟支持者 沒有800萬 700萬都沒有 我講坦白 689萬就是 就是蔡英文的得票 因為上一次沒有柯文哲 所以沒有柯文哲以年輕人為大中 支持他都是年輕人 所以只靠年輕人是當選不了的 但是我們要設法把256萬的年輕人拉回來 這才是民進黨應該做的事情 我舉個例子好了 那麼這次很可惜的 那麼桃園不是六席都沒有了嗎 可是彭俊豪在上一次 輸魯明哲1萬多票 這次輸6000票 繼續加油 黃世傑很可惜 輸1000多票 繼續加油 像吳征他們 留著繼續在這個地方生耕 這是因為 這次之後 有些地方會輸的原因 包括台中包括桃園 會破口大數的原因 跟柯文哲的介入 導彈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發現 柯文哲故意的 他故意讓你民進黨 在國會不會過敗 這樣對他是最有利的 他這個都深思熟慮 台中我不相信 那個什麼F4有沒有 跟他有什麼交情 沒有 但是他一定 幹掉你了以後 果然得到他想要的 他是關鍵少數巴西 我再舉在場的一位好了 在場的一位吳佩毅好了 吳佩毅那時候 我仍剛好在 維也納的薩爾之堡 在那邊玩 帶家人在那邊關鍋 你這樣講得出來 我知道 我知道民進黨 要推另外一位空降部隊的以後 你問吳佩毅 我馬上在那邊 我在 我搭著我的紅高 紅火箭高鐵 從薩爾之堡 一路到維也納 我都沒在看外面的風景 我不斷的用手機 罵罵罵民進黨 你知道嗎 唯一推薦在地就是吳佩毅 有沒有 佩毅有沒有這樣一件事 為什麼 你要讓在地的生根的年輕的這些 有能力出頭才對 刺客不是不對 刺客不是不好 但要看地方 很多地方你要看地方 看因地制宜 看地方這樣下去 所以民進黨的想法 現在不能再 我不客氣說了 不要在小圈圈做人 不要在小圈圈決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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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講 你現在還有五百五十幾萬票 你如果繼續小圈圈的話 下次搞不好 連五百萬票都沒有 認清事實 認清現實 為什麼 要把年輕人給抓回來 要把年輕人給找回來 你要蹲下來 坐下來 跟年輕人一起談話 為什麼 年輕人會跑到那邊去 一個翻臉比翻書還快 一個左右逢圓 對不對 我們連社會說好人 對不對 他為什麼可以拉到那麼多年輕人的心 你不一定要跟他一樣 但你要知道年輕人想的是什麼 以前年輕人支持民進黨比較多 國民黨到現在 還是都拿不到年輕人 你可以從這次的位移可以看到 為什麼 你就必須把他選記 選記不懂 韓國瑜說得最好 票多得贏 票少得輸 你就把這些人都拉回來才對 所以我就舉這次 包括你為什麼 因為明年底馬上一個大帳來 九合一大選 我跟你講 現在你沒有發現 檯面上只有少數很少數人 蕭敬眼是因為被拔掉發言人不送 所以他要逼供那個朱立倫 我們大家都知道 你沒有發現 只有小貓兩三隻在逼供朱立倫嗎 所有的頭人都站出來 我力挺朱立倫主席 沒有人要接 現在的國民黨主席是雞肋 沒有人要接 明年改選 然後緊接著九合一 我跟你說 我現在都可以大膽的預言 三腳都的情況之下 柯文哲絕對不會放國民黨三 所以他一定會大局的在現實上 他現在在很多地方是三層 新竹現在還贏過那個 侯友宜你知道嗎 所以你要知道 他一定會大局的把現實首長 現實議員 大局擴展他的陸軍 這次區域立委全敗 但是他如果沒有區域立委的話 沒有地方的陸軍的話 他沒辦法做事情 他沒辦法贏了 所以某種程度上 這也是民進黨的一個 反敗為勝的機會 明年的國民黨 絕對沒有辦法在九二一大選 維持2022年的那個狀況 所以那個黨主席 一定要下台一鞠躬 所以現在 明年的選舉是民進黨很重要的一戰 明年如果把它拿回來 哪怕是拿一個縣市 兩個縣市 三個縣市回來 整個對未來四年的佈局 對民進黨才是最好的利益 那應該要提前佈局 人選什麼 沒錯 還有 我在這邊必須這樣講 在我的故鄉嘉義很爭氣 雖然侯友宜是嘉義人對不對 但問題是我們以前去胡選 嘉義人跟其人是我們發明的 就他哪去用 但我告訴你 侯友宜從高中以後 到警官學校去讀書 請問你對你的故鄉貢獻什麼 你出身的故鄉鋪子 都已經告訴你了 鋪子人都把票投給了 這個賴清德 為什麼侯友宜自己要去檢討 但問題來了 如果民進黨裡面那些 有少數地方的民意代表 嘉義就有 少數民意代表 在選前去挖背骨 去挖好友的人 全部開除黨籍 全部開除 很簡單 這一次的台東很可惜 你看台東在撒卡住情況下 差那一點點 劉兆豪已經被開除黨籍了 劉兆豪用自己 我當然知道他不服氣 那個所謂的黨內初選 遊戲規則就是這樣定 過去十幾年 罷告就是因為這樣 賴昆成就是因為這樣 讓你劉兆豪 劉兆豪你毀了自己 也毀了民進黨 在台東的佈局 四年再來 所以不要因為這樣 很多地方不要因為這樣子 這次輸了就覺得沒機會 千萬不要這樣 但黨中央絕對 民進黨黨中央絕對 不能在小圈圈決策 否則再來 我這些支持者 只會傷了他們的心 好 瑞德哥就是 愛之聲 則之切 所以有很多 不得不發的這些內容 希望說上位者要聽進去 佩毅今天來到這邊 我們先跟你恭喜 恭喜從議員升格 立委已經當選了 我請教你 在選戰的過程間 因為其實我們自己 過去都有在關注 民調的部分 一開始比較辛苦 對不對 後面是一個 什麼樣的因素 倒吃甘蔗 你有什麼要跟我們分享的 其實我們這一區 因為也是沙喀都 然後尤其是其中 有一位美人姐 一開始是非常高知名度的 所以我其實是民調方面 一直是從落後一直在追趕當中 那一直到中間這個藍白和 藍白和操作很久 藍白確定分手之後 就我們這一區的 沙喀都的這個格局 就算是比較穩定下來 因為前幾個月 藍白和看不懂 有可能是藍白要合起來 有可能沒有要合 所以前面這個民調一直是 這個到底往哪邊小長 其實這個方向看不清楚 但到後面藍白和確定之後 格局就開始固定下來 但那個時候 我其實一開始還是 小蘇國民黨一點的 因為主要是因為中正華區 我們結構是這個樣子 影長走即便是勝選兩次 成功連任 但我們過去在中正區 長左大概都是小蘇 國民黨大概小蘇兩千多票 那這一次 中正區小蘇 但是萬華區 都是怕萬華區有贏 之後補回來 補回來我們最後總 大概總數大概就是贏 大概四五千票差不多 這一次 我覺得第一個是 長左是非常非常盡責的一位主委 我們幾乎等於是一加一在選 我可以這樣說 因為我幾乎跑遍大小的市場 我站路口我車少 長左一定都是親力親為 所以我們幾乎是一加一在選 所以一開始就打的是 要接棒跟延續 但畢竟我是民進黨籍提名 我們這一區要拼的是 民進黨籍提名第一席的立委 所以怎麼樣去打破 過去我們在中正區的繁禮 我花非常多心 所以最後從結果來看 我們這一次是第一次 民進黨提名的立委候選人 我們在中正區 我票數是贏國民黨的 第一次贏了 小英贏200多票 因為之前都是靠合作 然後呢 過去我們跟長左合作 但是兩次中正區 我們都還是輸2000多票 這一次是我們第一次 你說中正區的部分 就單獨有票過來 我們單獨中正區都贏國民黨 贏了200多票 算是小贏 可是結構是撒卡都 所以我們要去看 所以剛剛吳震有講到說 其實是年輕人的票 並不是鐵板一塊 我非常的同意 因為幾次的民調看起來 其實我大概都有拿到 民眾黨支持者的 大概有到9% 9%至10%之間 其實看起來 都是有這個趨勢 那之後的投票 如果以我們過去 基本牌來看的話 去年市長的選舉 在中正華區 我們民進黨拿大概32% 這一次我們最後拿到票數39% 將近40% 我跟賴夫我們都拿到39%的票 所以看得出來 民進黨在中正華區 其實我們就成長 確定是成長的 未來怎麼樣去 把它穩固成長的幅度 以及我們在中正區這一次 有可能是因為撒卡都的關係 所以讓我們 可以在基礎上面 沒有像以前 那麼難去跨越這一條線 未來要怎麼樣去延續 這是未來四年去經營很重要的 那我很同意剛剛瑞德哥講的是 我覺得年輕人是很重要 這一次我們民主大聯盟的 這一個嘗試 我覺得就非常的好 像我們看到 社民黨阿苗 那吳征加入民進黨來參選 吳征展現的是無比的戰鬥力 就是他 我覺得除了這個最後算結果 比較可惜 可是你可以看到選舉過程當中 吳征辦的每一場造勢活動 激起的熱情 那個熱情還有現場的 到現場來的那個年齡 是不分年齡層 很多年輕人也都通常到 那就是有過章性嗎 對 這個都是叫做戰鬥力 所以大家不要忘記 王一川也曾經是落選人 但是王一川在這一次 他也曾經選舉過 大家忘了 他曾經選舉過 他曾經是落選人 大家大部分不知道他有選舉 我們要持續的跟阿苗也好 吳征也好 平也好 年輕人是我們進黨寶貴的資產 我們不要只有選舉的時候 才來栽培年輕人 跟年輕人合作 平常的時候 每個人都有適合戰鬥位置 我們應該要去更加強的集結 除了我們黨內年輕人以外 我們小黨的 有黨的 民間的 社會界的 現在有很多 比如說自信情節目 網路節目的主持人 很多的這個知識性的 這些評論家 各行各有 我覺得年輕人 我們民進黨要加強的合作 然後絕對 不能只有選舉的時候 才來合作 年輕人很看是一個信任的關係 就你有感覺你們一度 跟社群這塊有點放棄 是不是發發各個頻道 我覺得這很重要 所以未來的國會一定是戰鬥 我們每一席立委的戰鬥力 還在社群的戰鬥力 我們必須 因為你看以前的立法院 除非讓國民黨丟內臟了 在野黨每次丟東西的 新聞才會爆 年輕人才會發現說 現在立法院裡面 到底在討論什麼東西 其實他可能一看到新聞 他其實是支持我們 執政黨的方向的 可是他看到新聞的時候 已經都是衝突的畫面 已經可能都已經被炒作到 資訊扭曲到 不知道什麼程度 他才看到這個資訊 我覺得我們每一個人 都要有展現高度的社群的 戰鬥力 在討論議題的時候 在社會的輿論界 我們就要先來進行倉議 我舉一個例子 一個是最新的判決 是陳吉仲 他在當農委會主委的時候 因為已經是前年的事情了 他就是被林涛張思綱 還有國民黨的發言人楊志宇 講說他的論文是抄襲的 抄比例多大 2022年發生的事情 然後把他罵說是抄襲冠犯 這個事情你真的罵不清楚 然後現在官司出爐了 這三個人都被判拘役 因為他們都是造謠 都是誹謗 另外一個我想到的是 像是光電 我不是在講說光電弊案 光電這一塊裡面 是不是光電 什麼魚 蝦不會生 還是什麼 人家煮大鍋 煮了一鍋 沒有 可是那一鍋煮太慢了 已經到選前那個禮拜 才開始煮那一鍋 那中間其實有多少謠言 已經都算多出去了對不對 我今天看到其中這個判決 我自己在臉書就寫 遲來的正義 到底還剩多少正義 造謠抹黑去獲得個人的 政治利益的人 到底什麼樣才是真正的處罰 這個我覺得我們台灣社會 開始要去思考這個問題 如果我們都鼓勵那個 我先抹來才說抹來 我得利了 真的老是故意做事 最後都會反淘汰 那剛才佩毅講那個 我有一個感受 這也是對他那個選區的鼓勵 事實上上一屆 林常佐在那一區 是撒卡都 還有徐立信 徐立信拿了兩萬多票 那時候柯文哲是支持徐立信 所以萬華中正要贏不容易 所以吳佩毅現在的任務就是 四年後如果一對一呢 如果一對一的時候怎麼辦 一對一原來這次支持 余美人的票 會往哪邊去 會往哪邊去就決定輸贏 許立信的票會往哪邊去決定輸贏 所以萬華中正這種撒卡都 再來佩毅好像拿到39 接近40% 賴清德在那個區也接近40% 你就會發現 撒卡都的算法跟一對一 不一樣 得票比例真的是不一樣 不用再去 所以最 我不好意思用愚蠢去形容鄰國 最愚蠢的中國那邊在 得票一四成而已 柯文哲講說 還有六成的民意不支持你們賴清德 我坦白講 如果是撒卡都 得到四成以上就已經mandate 他其實是得到充分授權 第二個 如果要講這個當選的人 他得到四成 多數人反對他 請問一下另外兩個人各得到幾% 那不是更多人反對你嗎 七成反對柯文 七成五 七成五反對柯文哲 我會幫柯文哲講 搞不好賴清德不選 只剩柯文哲跟侯友宜對選 搞不好柯文哲會拿到五成多 這個沒辦法去算的 所以撒卡都得到的比例 跟一對一得到的比例是不一樣的 那用吳佩儀的選區或我的選區 都可以看出這個數字 佩儀這邊就要經過一個試驗 就是當他一對一的時候 我還是要贏 那台南一對一都會拿到七成左右 六成五到七成的選票 這一個選區還沒有驗證過 那最後我要講的是說 這一次民進黨有很多 我坦白講我看得好難過 那天高興不起來 看到莊敬成落選 林靜儀落選 太培會落選 蔡明軒追得很近 他本來落後三十幾趴追得很近 我一方面高興不起來 二方面我其實有一個鼓勵的話就是 沒有離開的人才會累積 吳征只差幾千票 沒有離開的人才會累積 離開了就歸零 不要假設那個選區 這次差六千票 這次差五千票 跟後來拚就有了 沒有 你這個人一離開 就重新算了 但是如果那個人沒有離開 林佳龍在台中 近十年沒有離開 其實我跟你講 鄭文燦也是炮很久 對 鄭文燦 終於選上桃園市長 他近多久 就是好不容易選上議員 後來他選市長 大家就覺得好可憐 你怎麼會派選民選市長 選上了 我就說 留下來 他是有價值才會累積 吳征要留下來 宇川繼續這樣做 我覺得 那跟年輕人溝通當然要 宇川要繼續 繼續 繼續 你要拿一支車掃 不走回來 他自己昨天有說 他的新任務 就是比方那個 別再回家了 有那種國民黨 或是民眾黨開記者會 然後但是是不實言論什麼 他就跟他開分割框 對回 對回 我跟你講正確資訊是什麼 他有一個使命感 是在這個地方 他可以持續做 就這些東西 這些美麗會留下來 那2024年選舉 台灣人民真的是用很大的智慧 你知道創造這個格局 三黨都有贏 三黨都沒贏 這個格局 用太久不能太久 我覺得 最後還是民主勝利 民主證明台灣是獨立的國家 民主證明我們跟中國不一樣 民主證明 親中在台灣的市場會越來越小 這個是選舉的價值 來 施琦 這個選舉的 造成的這個格局 我看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三個政黨 選後的政治文化完全不同 你知道當天選完之後 整個民進黨的支持者 開始檢討 這次選舉的主軸不夠清楚 誰誰誰 這個主帥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靠王毅川 這個全國大車場 劈里啪啦 然後就開始在那邊檢討說 這個網路做得不對 做得不夠等等的 不可以偏廢任何哪一塊 這個社群平台 就開始在那邊檢討說 所以要如何精進 然後可是看到民眾黨 跟國民黨的黨內政治文化 完全不同 國民黨選輸了之後 第一件事情 開始檢討別人 林桃這個 預前一品帶刀侍衛 趕快出來護駕 護黨主席的駕 開始在那邊檢討 別的政黨裡面的黃珊珊 然後民眾黨的檢討 我們主席出來 記者會檢討 檢討的結論是 主席絕對不能辭 辭了這個黨就完了 四分五列 對 所以這三大集團的政治文化 我覺得其實是可以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誰是真心誠意 在面對選民告訴你們的訊息 賴清德的刑事風格 他比較不是尖銳對罵型的 他比較是走一種紳士型的這種 從政風格 而且他也一再的強調說 接下來就是 仍然會延續秉持他 民主大聯盟的這個 政府組成 組成一個開放政府 容納更多的聲音 然後用溝通的方式 所以我會認為 接下來的內閣 會是一個不是 對的確是一個比較 要政黨色彩降低的 淡一點的 這樣子的一個人選 而且我會認為 年輕朋友恐怕會在 接下來的行政團隊也好 或者是民進黨內的 角色會加重 一定會加重 因為這些年輕人 太優秀了 你說阿苗 優不優秀 我覺得他的優秀 是出類拔萃的優秀 了不起的優秀 你說可以放這種人走嗎 不準 必須 必須栽培這種人 讓他能夠有更多的歷練 然後因為這一次這個世代 有兩位選上 有三位落選 但是三位優秀 優秀 所以在戲子這個地方 我覺得賴品宇 就是持續的生根 他必須在地扎根久了 因為我覺得對戲子的人來說 之前的人跑掉了 就不甘選 有沒有 現在在那邊每天咆哮 然後後來是 總統定期的國會報告 對 我規定的 你要跟我來報告 對 反正就是這樣 所以我會覺得 接下來的年輕人 民進黨勢必會給更大的空間 更大的這個 可以更大的舞台 這也是民進黨應該要走的方向 我來補充一下 剛剛說柯文哲不是講說 不行 我不能吃黨主席 我一辭之後 這個黨就四分五裂 以前的柯文哲說什麼 如果一個黨的希望 只在一個人身上 那也就是完蛋了 那就完蛋了 那個是在講別人的 你一定要分清楚 他在講別人 最近不是有一篇他在講說 這個得票率這個 對 那個百分之四十 六成怎麼樣 一定有做不好的地方 人家說 那你在台北市得票率最低 我們不能用數字去看這個事情 這個是很負財主 而且我台北市做得很好 怎樣 他是一個最不會善變的人 對 那個是在講別人的事情的時候 你要分出來 那個版面要分割來 不是 我們都會說 要有一個標準 在同一個框架之下 他有標準別人跟自己 阿伯的標準就是雙標 阿伯標準就是雙標 他很靈活沒有靈魂 所以注定雙標 不過我要提醒了 我還是要做一個提醒 因為剛剛實習講到 這個年輕人 講到三個黨的不一樣 民眾黨的支持者 有網紅造謠說做票 對啊 我問你 中選會這次出來 不是有澄清對不對 速度太慢 為什麼 要強而有力的把事實 告訴全國各界 不是中選會的主委 跑出來講說 如果有的話我辭職 不是這個樣子的 你知道嗎 因為如果有的話你不是辭職 你是要吃上國安師的 對啊 像這樣我好多支持者 都跳出來罵 你知道嗎 很多人都跳出來罵 為什麼讓人家這樣子做 前年台北市黨選舉的時候 陳時中就是被這個疫苗採購 那個問題 咧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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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喔 今年的選舉又想把 魯法炮製 又想去炮製什麼蛋啊 什麼有的沒有一大堆嘛 所以以後民進黨的政府 遇到這樣的事情 要強而有力的澄清 必要的時候就立刻打回去 不要客氣 不要讓這些假訊息 假新聞 可以因為這樣子而造成最後 那麼甚至於扭轉整個選舉 這個造謠的東西 中選會的動作慢 然後那邊亂散步 其實我們台灣是20萬個老師 公教人員 擔任選監人員 選屋人員 外面還有民房 議警 警察 開票的時候 各候選人都有派人去簽票 當你質疑做票 你質疑這20萬人嗎 你覺得這些人都可以被買收嗎 這第一個 第二個 我知道他們已經啟動偵辦了 這個網紅有修改用詞 沒辦法 他是說他的用詞不大 可是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他從頭到尾 他就來講做票 對啊 那問題是沒有做票 他現在也成功沒有做票 對 我認為 法律之前不分庶民百姓 或者權貴網紅 違法就辦 就像林濤 張山他們去造謠 那個陳吉仲 你到現在才還陳吉仲一個清白 那個遲到的爭議 到底只剩百分之多少 所以這件事情 我知道已經移情檢調偵查 那這位網紅 如果放後態度良好 我也不認為一定要重判 趕快講 我不會說的 因為這件事情會傷害到 要同等比例的方式去做陳情更正 傷害到我們人民對選舉結果的信任度 這個傷害一旦傷害信任度 以後選舉輸的我沒有認識 我們社會要付出多大代價 台灣現在最為人稱頌就是 我們用最簡單最傳統的 紙本開票一筆一筆劃證字號 外國都說美國應該學我們的 這個是簡單明瞭清晰 又透明又清楚 就一個網紅看 這個程序好像不對 就說人家做票 法律要嚴格 然後去處理這事情 否則我認為瑞德大哥講的是對的 你這種反應慢慢的 失去正義不是個人損失 社會如果失去互信的話 社會成本是全民要負擔的 我們執政我們要負責 好來那家凱 剛剛其實包括瑞德哥 時期 然後我們看定語委員 還有包括佩毅 都有很多 對民進黨的檢討的那一塊 我要請教一下 國民黨有什麼俗課嗎 除了說這個我們看到 是蕭敬妍 然後田芳倫 那還有一個是因為之前那個 黨主席選舉 可能有留下一些恩怨的張亞中 請問一下你們有檢討了什麼嗎 我今天聽很多來賓說 其實我其實說了 心裡其實很有感受 因為可以看到剛剛實際也說了 民進黨結束 他們獲選 就是延續執政嘛 他們還是在檢討策略 因為他們覺得票拿得不夠 上次漂亮嘛 所以我看到李正浩也好 說剛剛佩儀也說 我們要針對自媒體也好 直播的時候 我們要更多的女性 獲取年輕人的支持 當然我們候友也算輸了 他也第一時間說 我自己一個人來扛 就是主席也好 大家都很努力了 對不對 我們也不要去責怪民眾黨那邊 當然說該面對的事實 還是要面對的 但是選舉已經過了 我們就展開我們的態度 所以我認為 我們國民黨也很多 必須要檢討的地方 我就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這次新北市的開票 其實侯友也開的票 並不是那麼好看 從他過去兩次市長 少了30萬票 對 我昨天看到這片 其實我看了其實 心裡其實蠻火的啦 就剛剛就 李友宜就是盧州他們 那個民眾黨的 華野人嘛 三選人 馬上就被棄了是不是 剛才突然發現 盧州是雙北唯一 磕贏過喉的區域 感謝各位盧州小草們 大家太厲害了 我就說 你們有一種養虎為患的感覺嗎 我說一下 他雖然是國民黨到民眾黨 但是我覺得這一次 在一開始在提名社會上 我們確實裡讓 因為國民黨在這區沒有提名 但是我必須說 大家看到 我沒有針對誰 就是這一張圖 就是台中市藍白示範區沒有錯 但是新北 我們可以成為藍白示範區 等於說那麼多的藍營小吉去這邊掃街 但是你在裡讓的過程裡面 但是你沒有換為總統票的支持 政黨票的支持的時候 這就是未來九合一 我們會思考 因為民眾黨他一定會有一樣的策略 在全台灣的現實 那你思考之後 你覺得應該要怎麼樣 你們未來九合一的這個選舉 應該要兼臂親野嗎 像蕭敬妍講的一樣 當然這個黨紀的部分 以及地方策略的部分 不能再像這一次一樣 等於說立委 好你輸了就算 但是你在總統 不要跟柯文的部分 等於是分一半耶 在輸一半的狀況下 所以九合一剩下一年多的時間 黨裝也好 地方黨部也好 還有你的黨紀的部分 你應該怎麼去檢討 策略去因應民眾黨 因為他絕對不會幫你耍對不對 他持續用這種方式 不管是現在 今天早上他們開的記者會 未來國會運作的方式 他一定會用說 因為藍綠不夠強 所以你就投我小草們 聚集小草 那我們怎麼透過年輕人會 我覺得很難 但是我們必須 我們也有很多年輕人 這次台中三個選群 黃建豪 羅庭偉 廖偉祥 還有歸桃園的牛許婷 他們都年輕 而且他們議員當了不久 他們重點是當了不久 但是他們可以扳倒大金魚 就是國民黨很多資深 要挑戰立委的 他們可以作為借鏡的 到底怎麼贏的 他們也沒有很大的強大勢力 對不對 到底怎麼贏的 可是台中就是因為藍白河 對 藍白勢翻 但是他們確實也很努力 他們也很有創意 所以等於說你那麼資深 跟餘那麼久的一些議員 要挑戰立委 結果挑戰實力的時候 我們應該去重新思考說 國民黨的策略到底怎麼做 這才是我們年輕人的真心話 所以我認同瑞德哥說的 絕對不要小圈子做決策 應該讓大家都有參與發言的機會 好 來 我請教永鴻一塊 因為我認識永鴻是在國會 他在當主任的時候 當助理主任的時候 所以我來請教一下 這個是網友在點評說 立法院未來有非常多戰神 等一下再請兩位委員來做補充 他說立法院裡面 國民黨韓國瑜 謝龍介 許巧新 民進黨有王世堅 黃傑 王帝宇 我說得你的名字 請幫我拿這樣 是個非常溫和的人 然後民眾黨有黃國昌跟黃沙沙 所以接下來立法院會非常的熱鬧 各路戰神雲集全明星的陣容 很想看的是黃國昌 對韓國瑜頂尖對決 想看黃傑對韓國瑜漂亮喔 想看龍介對扶龍王 感覺很有戲 你覺得未來國會會是一個什麼樣的 真的 感覺很有戲 但是最後一點戲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立委不會質詢立委 你怎麼可能說我立委在這裡 假設韓國瑜做院長 然後某立委上台說 院長我問你 你要問什麼 可以可以 他做過這個事情 他幹過這種事 對那個就是搞不清楚 他真的幹過這種事 但是未來立法院一定很精彩的原因 在於什麼 不是不只在這麼多明星 但這些明星是很難去 直接去對上的 因為立委沒有 就不會質詢立委 但是有可能會怎樣對上 在各個議題對上 比方說我就講在委員會的時候 當然現在也不知道 大家未來會再哪一個委員會 在每一個委員會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不同的委員 不同黨的委員 就會在那邊 就會有爭鋒相對 就好像我剛剛講的 你們會不會大家比較想看的是 黃珊珊跟馬文鈞在爭鋒相對 這個潛艦這件事情上 然後我們定於委員要在旁邊 要看要怎麼去參議咖 當裁判 當裁判 對不對 未來不知道黃捷會到哪一個委員會 那是不是會 或者黃捷到哪一個委員會 然後剛好韓國瑜在那個委員會 那就有可能對上了 因為三黨都不過半 所以他的每一個議題 一定有很多的鬥爭 就是白的他會突出一點 然後藍的要突出一點 那有時候綠的 也不是專門 也不是只有護航 他也要去處理一下 所以未來的立法院會 會非常的精彩 那我覺得從開議 開始二月開議 院長選完之後 處理完招委之後 相關的議題會一直被拋出來 一直拋到什麼 就拋到五月的總統就職 因為總統就職要處理立法院 行政院長 我覺得到時候他們都會搞一堆這個 但我覺得其實 其實可以建立憲政慣例 什麼憲政慣例 因為我們的憲法 是不需要隔魁同意權的 但是法國的慣例就是 你一上台我就先來一個 不信任投票 意思就是信任投票 如果國民黨藍軍跟民眾黨白軍 一直覺得這個隔魁同意權很重要 也不要等休憲 就直接第一次就投一個 所謂的信任投票 那過了我就恭喜你 這是建造 創造 你知道害我們大家重新在 現在你們解散 不會啦 一魂都不會 要王醫生回來 王醫生真的不用回來 關鍵在這裡 因為武器對了 什麼武器對了 我行政權有武器 你有然後立法權有武器 我可以去解散你 就是說這個 如果不信任過關的話 但是因為是一個新的民意 立法院是新的民意 總統也是新的民意 所以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這個才會有協調的空間 所以我會說如果國民黨跟民眾黨 真的有GAS 我就去搞一個 因為法國也是這樣 法國也是你不過就解散你 問題是每一次的新隔魁 新的總理選上 然後 你不要給他們建議 讓他們擺這麼大 我跟你講 我要講就是一樣 還是回到那句話 就是不敢 大家都說假的 你要有這個GAS 憲政官就建立 因為法國就是這樣 他就是這樣 總統還是可以解散你 但沒有解散 因為第一個國會 第一個同意權沒有過 所以總統是要檢查 我就換一個你們要的 所以我是建議國民黨要GAS 那佩義你對國會 進軍國會有什麼樣的想像 我是覺得網友講說 很期待外來有這些精采的對決 雖然說不是立委互相質詢 但我覺得某種也對一半 因為如果講票數投票的話 沒有買一個黨有絕對優勢 所以我覺得這一屆的國會 變成論述能力很重要 你必須誰能夠透過辯論 然後論述 透過網路或者透過媒體 獲得外界多數民意的支持 在立法院裡面 你聲音就比較大 所以我剛剛一再強調 我覺得其實戰場 是在社會的輿論 因為你在立法院裡面 大家的勢力都差不多 但誰的論述能力強 所以我說不能再像以前一樣 等到最後要表決 最後一關的時候 才開始吵架 你從議題開始 我們要推什麼 一開始這樣出來 然後不能只在立法院裡面講 就是我們必須要講到夠大聲 就 讓社會親子知道 我們雖然不用抖音 可是我們可以每個人都自媒體 邰委員 第一個我贊成佩儀講的 說服跟對話的對象 其實不是同事 你沒辦法去說服立法委員的 哪怕你講贏他了 他投票一定跟你投不一樣 所以說服的對象是大眾 讓台灣人民知道立法院在做什麼 形成壓力讓做錯的政黨付出代價 第二個 立委是獨立實行史職權 推動法案審查預算 人事審查 這些東西既扎實又重要 而且很無聊 你不會看到這些人在那邊對戰辯論 我推一個法案 有時候要弄三個會期 才能往前走一步 只有在爭議的議題上的時候 才會有對戰 婚姻平權或者像潛見國造 這個才會有對戰的時候 立法院通常有專業跟通才 專業就像我都在國防外交委員會 而且現在這次好像只剩我一個 本黨全部沒有了 只剩我一個 換心血 國防外交委員 你如果是專業就在那個地方 那也不是用辯論的 可是有一種立委 他每個委員會都跑去 他跑去那邊 問答由 叫人玩家 是喔 有這種 叫人玩家也有 就專業跟通才 所以你要看到他們對戰 大概就只有通才型的到處跑 才會去碰到 民眾還會感受這個立委 你做的事情是秀 秀 做秀其實不過分 甚至還是有一些 要秀的部分 但是有沒有扎扎實實 讓國家進步往前走一步 民眾的眼睛很 門診病患爆量 新冠疫情淚流感全面升溫 新任立委就職是2月1號 各要過半九月 不過民眾黨這八十 尊立委 尤其是黃國昌今天記者會 已經是把立法院正負龍頭的條件 都開出來 那看起來很像他們是 為了國會要改革 國會要進步 但實際上 我跟你說你都沒有了 我民眾黨什麼沒有了 其實我們已經破解了 本來就已經有一些都在做了 再者是如果他們的戰略是說 我要回答我自己 先不講說 國民黨是不是已經有公司 要投給誰 這就先不管 那就是說民眾黨 他們有意要放水 讓國民黨可以拿下立願的龍頭 標榜下架藍綠 民眾黨這些所作所為 他們到底是會往哪邊去 尤其是支持者這些小草 他們也都會放大來檢視 另外就是 中共老狗變不出新把戲 當世界為台灣 我們選擇民主路上 在做喝采的時候 中共又挖走我們的邦交國 其實是會最糟糕 也會最百得 這就是中共政權他們的本質 明天同一時間鎖定星團加油 我們再會